欢迎收看五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现在已经成为 全球的领先指标了吗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礼拜已经出现两次 前一晚美股明明就大涨 但台股却走自己的路 却是开高走低的 今天台股的全值股 押盘拖累之下 指数开高之后就马上向下翻黑 今天是周选择权的结算 台股收黑 台股从7月15号历史高点 这个18000点以来 已经修正了1872点了 期间有好几次是有向上反弹 可是很可惜 每一次的反弹高点是越来越低 到底这一波的波段跌点满足了吗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另一位欢迎分析师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另一位欢迎分析师连前文 阿文塞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蓝灯耀 蓝老师好 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 今天大盘不好 可是有一只股票非常的抗跌 即将在10月18号要举行 科技日的鸿海 昨天公布的九月营收是棒得不得了 成绩单非常的亮眼 那今晚外资到昨天为止 还在继续的卖超鸿海 可是头信却疯狂的力挺 不过红海今天是稳在盘上之外 红家军的车用概念股表现也还不错 可是同一天 红家军的其他类股表现却是两样勤 有一些强势有一些弱势 那么我想问 10月份红海家族应该是可以比较偏多的看待 从今天家族当中 有人强有人弱的情况来研究的话 会不会是说 你不能够全数都看多 红海家族当中的个股呢 那如果你首有 红家军当中比较弱势的个股 到底该怎么办呢 请教老肖老师的最新解读咯 好 台北股市这一波急跌千点 股民们啊 随便调查一下 几乎每个人手上有股票的都套牢都赔钱 到底跌过了吗 大家都很想问 那阿文塞今天呢 用技术分析告诉大家 这一波台股波段跌幅的满足点 到底到了没有 好 假设满足点到了 那么投资人手中的股票 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假设情况还不是很乐观的话 又该怎么样来避险呢 虽然啊 投信投顾理事长张其他 又最新的信心喊话说 最快哦 台股年底会上两万点 但是要两万点 要两支大股票发动才行啊 那就是晶圆双雄 台积电跟联电 还没有办法转强 指数有办法止稳吗 阿文塞呢会跟同学们说个清楚了 好 再看到现在全球的通膨危机 通膨风暴来袭的不少的央行呢 都受不了升息了 好 不只是因为油价大涨的关系哦 昨天节目当中讲到天然气的价格呢 也是持续的狂暴 这引爆了这个物价上涨的风险 好 但是呢 这个一方面这个物价上涨呢 也让塑化族群近期表示非常的强势了 土洋法人都在买的台塑 短线已经涨上去了 还可以持续的看多吗 另外蓝灯耀老师呢 昨天有提醒大家啦 说你这个航运股真的要减码了哦 今天走势依然是非常的弱 那么航运股要反弹的话 关键点要怎么看呢 我们一起追问蓝灯耀老师的最新分析 关怀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武器股市同学会 昨天如果说有收看同学会的同学们 应该都还记得老肖老师 你昨天提出来 台北股市现在成为全球股市当中的领先指标 所以美国股市呢 当天晚上的涨或跌 并不一定会联动 淘一杯股市隔一天的表现 好 这句话我记在心里面了 昨天看到美国股市大涨 我就有一点点提防了 那今天台股开高之后 可是呢 这个开高的力道没有很强 果不起来呢 指数就马上翻黑下沙了 今天震荡是265点 中场是下跌67点 但是尾盘有拉起来 因为台积电尾盘有买单 中场是跌收在16393点 成交量2874亿元 好 今天呢 撑盘的这个个股方面呢 包含了塑化族群的台塑化跟台塑 还有金融股有这个殖利率的题材加持 因为现在好多的全球央行 已经陆续在宣布升息了 所以呢 殖利率比较高的金融股呢 就成为现在市场资金 比较喜欢的标的了 鸿海集团呢 在10月18号要举行科技日 今天表现逆势的抗跌 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记得你昨天有提过啦 尽管昨天大盘这根红 可以拉了很长的下影线 但是很可惜 不是在今天发生的 是在前一天礼拜二 为什么不在今天发生很可惜呢 因为今天是周选择权结算嘛 老师认为说呢 可能结算会有一点点的压力 果然是收在盘下 但是老孝老师有说 今天就算是收低 也要守住一个关键的价位 我记得是16371嘛 对不对 有守住耶 那老孝老师 我们不要看过去好了 今天这个收盘的点位 你认为对于明天 或是下个礼拜的行情 可以怎么样来研判 台股如果今天可以一样 如同今天可以守在16371 未来一周不是明天 未来一周就是一个非常正向乐观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 4 5 1 2 3 也就是说标准依照过去的案例 应该是今天拉一个红K带下影线 昨天应该还是一个下跌的 因为这一周是个空方 但是它刚好出现转换 就是说它提前一天出现一个大涨 然后今天做一个压缩 但这个压缩有守住16371 所以我们怎么去看未来一周 大家过了一个很辛苦的 一个空方修正的一周 所以台股如果明天 可以跟今天一样 不管它是开高开低开平 只要能守住16371 那么接下来可预期了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向 一个多方的一个新的展开 那否则万一这个点守不住 你还是要小心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很快速把过去这几天 还有今天做个观察 首先在10月4号 最大交易量是发生在9点12 我们讲过 单一分钟最大交易量 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会告诉我们未来的景线 在1657月 最大交易量的价格在16577 加权指数在16577之上 代表它会涨 守不住这个577呢 它就点往下 再来我们再看昨天 昨天盘中一度大涨300点 那为什么可以大涨300点 因为开盘之后 接下来单一分钟最大交易量 发生在9.06分 9.06分的交易价格在16165 昨天最低点是16162 它守住165 所以昨天就大涨300点 接下来为什么我们昨天说 今天是16371 今天开高 为什么要往下跌不往上涨 因为今天单一分钟 最大交易量在9.07分 这个价格在16521 它守不住521就是一个大跌 跌到哪里就先跌371 接下来是不是在长期 一直在371这边做整理 中场不错 有守住371 所以整体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未来新的一周的看法 也就是说如果明天 台北股市可以守住 这个点 未来五个交易日 你应该要比较正向 反过来讲 我们讲换言之 这个点守不住了 你还是要小心保守 所以今天守住还不够 明天老肖老师认为 不管是今天晚上的 美股怎么变化 台北股市还是要守住16371 对于我们迎接过去的 这个空方跌势来说 可能比较可以期待到一个 向上反弹的机会了 但老肖老师我想问 今天在大盘 比较偏弱的情况之下 尤其好多昨天涨停的个股 今天都跌回去了 感觉好多的这个弱势股反弹 也只是反弹一天而已 这档个股不一样 这是2317的鸿海 老肖老师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可以留意 洪家军的题材 因为10月18号的科技日 鸿海今天股价是一路的 都撑在盘上 算是非常非常的抗跌 尤其我想问一下 帮老肖老师问一下同学 就是说尽管外资是连续7 卖卖了7.5万张 可是头信一直买 鸿海买了4000多张 过去鸿海其实呢 蛮少跌到年限之下的啦 那最近在10月份 有这么好的题材 外加现在又是iPhone出货的 忘记 但是它的股价却落在年限之下 是不是算是一个 蛮安全的进场的顶位 我们很快速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叫证券投资 那么一个叫技术分析 如果单纯用证券投资 因为鸿海今年 内外资法人的看法 今年绝对有一个股本没有问题 那明年可以赚到11块 可以再成长10个百分点 所以目前的股价来看 现在的本益比大约会 如果用明年的预估值来看 现在大概只有9倍 鸿海的股价本益比大9倍以内 其实它的风险是极低的 应该是站在正向号 可是回过头来 我们必须去看它的技术分析 这个技术分析到底是 应该是正向还是负面 如果以今天来看 是个正向 但是它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这个条件不能被改变 这个条件不被改变 持续正向看到10月18号 除非这个结构改变了 那当然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做观察 好 我们希望这个鸿海 老师 老师讲了 今天这个日K的表现 算是蛮正向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利多条件 帮它补助 我们插播一下 它的最新基本面 因为它昨天公布了9月营收 是非常的好 9月营收竟然大增近5成 是让市场感到蛮惊喜 蛮意外的 5857.3亿元 月增46.4% 年增25% 月增幅远优于外资预期的 三成左右 第三季营收1.4兆 大于第二季的1.35兆 法人说第四季还会更强 加上iPhone除了13推出之后 代表真的有在拉货 营收才这么好 10月10号又有新的发表会 会推出四个新品 都是鸿海来组装 好 老师 老师我们讲 今天大盘这么弱 它可以逆施抗铁 收出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技术形态上面的一个转折之外 你认为另外一个续长的条件 是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我们去看 最近所公告9月的影视 其实鸿海的第三季的获利能力 是创历史新高 并且第四季肯定会再创新高 所以整体上它本业的获利部分 没有问题 那既然本业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看一下技术分析 该怎么做观测 我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在今年的5月份 好 在这个时间点这里 这个点这里有出现 这一天跟这一天 有一个跳空 这里有个跳空缺口 那不管是一个上升缺口 或者是下降缺口 一旦产生缺口 那个缺口就是在 我们在观察形态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位 如果价格在缺口之上 代表它是往上的 商品价格在这个缺口的下源 要提防它会跌 OK 所以我们来看 它当时沾上这个缺口之后 就涨到116 然后紧接而来 从116往下跌 那么又拉上来在110左右 然后再走一波的一个跌势 这个跌势我们来看今天 今天有出现一个上升缺口 这个上升缺口出现在这个点位 也就是说昨天的最低点 最高点跟今天的最低点 中间留下一个空白 这就叫缺口 所以以单纯就技术分析来看 这个缺口除非它守不住被跌破 否则它这已经展现一个 正向的一个角度 可是这个正向角度 不是这样一路上 你要往前看 往前看它的缺口在哪里 在这里 这里又有产生了一个缺口 所以这个缺口这一天跟这一天 会得出一道压力线 对 短期间先看来攻前波的一个缺口 如果可以站上 那肯定就有机会展开一个 很正向的一个回升架构 有第三季营收力多 外加第四季是更强的一季 现在就看鸿海的股价 自己争不争气了 尽管外资还在持续调节卖超 可是本土法人挺 小老师也不是跟大家讲说 你就可以一路的看多 还是要尊重一下 技术线上面的反压 在这个往上攻到110块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点点的压力 好 这是鸿海的部分 那小老师我想问一下 比较活跃的洪家军又怎么看呢 10月18号很重要 鸿海科技日会推出两台轿车 跟一台电动巴士 刘安卫董事长说 去年科技日 我承诺组联盟造车 今年就要让外界看到成果了 之前有这个间谍照 车子已经运到台湾来了 好 两档个股来观察 今天是盘面上面比较强的 今晚大盆这么弱 一个是2328的广宇 车用布局爆发 它的安徽厂专门生产车用限速 明年大扩产五成因应 加上电动车电池马达端的电控限速 8月营收其实也不错的慢慢增温 年增8.3% 反而说第三季营收即增 有机会达到两位数 另外一档是最近非常强势的 5243的以胜KY 毛利率有望走洋 因为原物料上涨跟客户协商要涨价 有望带动毛利率获利走洋 54.5的低点到今年 到今天的高点已经涨了20%了 好 蕭老师我们先想问一下 宏家军当中今天大盘这么弱 跟着鸿海一起逆势走强的 广宇跟乙胜 还可以持续看多吗 对 整体上还是一样 我们就看它的一个缺口表现 那怎么看呢 一样从过去观察到现在 第一个首先呢 这档是比较弱的针顶 对 是针顶 针顶从79.5涨到109 关键在这里就出现一个缺口 我们讲过缺口出现 可以站住这个缺口的上缘 那针顶就继续看涨 那反之守不住 我们就要小心 因为它没有守住这个缺口 所以经过长达将近 三个礼拜的整理过后 那就展开一个修正 修正一直到这里 我们觉得有机会来了 但是也不要急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这是礼拜一 这是礼拜二 今天是礼拜三 今天是下跌了 可是这个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股价就只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涨 一种是横向整理 一种是跌 也不会有第四种 我们应该怎么做观测 这是一个黑K 昨天是一个红K 然后中间留下一个缺口 今天没有站上缺口 那就稍微等待 如果它可以站上缺口 它告诉你我转正 没有站上缺口 你就稍微忍耐 虽然我们预计 整个公司的获利能力 今年跟鸿海一样 可以赚到一个股本 股价也真的被严重低估了 但是站在技术分析角度 要看到 你要看到整个讯号出现 站上这个缺口 你就可以站在 比较乐观的一个评估 另外是比较强势的 广宇跟乙盛 广宇是这一波 也是稍微的做修正 但是它的跌幅没有很深 今天有一点点转强的味道 怎么观察呢 好 一样 广宇主要是进入一个 短区间的整理 这个区间没有很大 它会落在37.5到404.5 为什么是37.5到404.5 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 就是说你把今天的价格往前看 不管那个缺口发生在什么位置 那个点位你就先抓出来 价格在它之上 这边叫做多方 它如果在下源 这里会产生压力 这当然是站上去 理路上要一路乐观 对不对 不是 你只要花一条观察点 这条观察点会落在40.45 为什么要等它过40.45 因为往前看 股价最高点是发生在45.65 往前看股价低点在35.25 也就是说当广宇的股价 从这里跌到这里 这一波市场平均卖出成本 会压在40.45 所以如果有能力 重返40.45 那它在告诉你 纵使这一波的下跌 整个卖压已经被化解掉了 化解掉之后 自然而然就有能力走出比较亮眼 所以光宇的情况是因为 它往前看并没有找到一个 就是下降的缺口 所以老师就用这个 平均的成本价格 来抓出它的压力价 这个也很实用 另外一档是比较强势的乙生KY 这个就强非常多了 第一个高点在74.7 低点在53.1 所以这里会有一条最后的反压 这个最后反压 平均价格 对 就在63.9 我们往前看 从53.1以来 其实蛮强的 这里出现一个多方的 一个逃逸缺口 那股价站上缺口 完全不来碰这个缺口 接下来缓步上扬 特别是在昨天跟今天 它跟大盘不太一样 它昨天也是涨的 可是今天出现 往上的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如果不补 那笃定就过了63.9 是整个红海族群里面 一档走出比较领先突破的一档标的骨 好 乙胜已经领先突破 然后另外一档呢 洪家军当中今天有人强 居然有人弱 对 这个是 你应该不能说 它前阵子非常强了 就在上个礼拜了 2314的台阳 主要是这个天线的题材 老乡老师 它攻到88.2块钱之后 出现了一个蛮大的讯息是 红海它把手上的台阳 全部都卖光光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合作的关系 这个讯息冲击股价 非常的严重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它今天就是被打到跌停 所以一旦被跌停 还是要做个观察 首先我们一样不用急 就把它整个 我们刚刚看的是 它一般的个股 因为近期股价是18034下来 所以你会抓到前波的高点 跟近期的低点 可是它没有 可是它不是 你往前看 它是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 代表说它在过去 这一个多月以来 是比较强的标利股 你往前看最高在88.2 最低在44.8 不管纵使红海有做减码有错 不管它告诉你 这一波的上涨 平均交易价格 一定会落在66.5 对 看66.5之前 我们往前看 它从44.8往上 第一次的跳空缺口 落在这个点 然后你就把它画一条 未来的景线 接下来股价在这里 整理快三周 通通守住这个 所谓的缺口的位置 紧接而来就出现一个急涨 对 急涨之后这波股价最高到88.2 今天被打到跌平 是不是做一个 拉高之后的一个回档 这个回档如果能够守住66.5 代表这个只是个洗盘 是 反之66.5守不住 那就真的要小心了 守得住的话 可能还是有机会向上反攻 好 以上是老肖老师 今天对红海家族当中 包含了红海跟强弱式族群 所做的观察 如果说你对手中持股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大头娃娃 跟我们的老肖老师 加个赖般的持股问题 跟他来请教一下 好 现在节目回来 我们要请阿文塞亚要讲两个题目 一个是 投信投顾的理事长张锡 他说年底之前最快台股会上两万点 这刚有可能吗 股民们都很想问 尤其台股这一波 从一万八千点 集叠以来 已经大跌了一千多点 到底这个波段的跌幅满足了没 如果满足的话 你手中持股到底该怎么反应呢 如果还有危机的话 又该怎么避险呢 尤其看到我们的金元双雄 最近股价偏弱 到底指纹的讯号在哪里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阿文塞我想问 昨天投信投顾工会的理事长张锡 他信心喊话 他说台股最快年底可以充两万点 其他提出的理由 我都深信不疑 包含了台湾还是经济成长率上修的国家 资金充沛这波利空都不是大利空 外资小卖散户一直在多杀多 这是底部的信号 要留意5G带动 电动车AR VR跟ESG的一个相关的个股发展 可是我想问阿文塞 我们台股如果说最快年底要充两万点的话 至少最近大盘要先指纹 大盘从18034修正以来已经跌掉了一千多点了 股民们都想问 这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呢 尤其如果要指纹 要看我们的护国神山 还有这个金元代工二哥 昨天才给台积电一个赞 说他跌破年限之后又赞回来 今天又失手了 外资就是一直卖 连期卖投信连六买 但小资抢劲 这五天台积电的零股成交 806万股 到底这些小资族有没有抢对呢 连电部分外资三连卖 投信四连买 尤其有一个新消息是 印度要拉拢连电 到当地投资半导体厂 这是很大的利多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 半导体跟金元代工的这个需求 还是非常的畅旺 扩产的动作就看得出来啦 海基电 英特尔 联电 格罗芳德 都有扩产的计划 尤其第二季的全球金元代工 市场变化 尽管说格罗芳德 要来追我们联电 可是目前联电 还是领先革新的 海基电依然是市场的霸主 那我想问一下阿文三 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大盘短线的跌幅 到底满足了没 第二个是 海基电跟联电 到底该怎么看呢 好的 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讲的是真的没有错了 因为在这几天 惠玉有个信品公司叫惠玉 他把台湾的GDP 原来他估4.5 在6月份的时候 他现在把它调高到6% 4.5%到6%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新展银行 新加坡的新展银行 把台湾的GDP 大概从5.5%调高到6% 都是大概都是6% 然后另外亚洲银行 亚洲银行的话把台湾的GDP 从4.6%调高到6.2% 这是全球的GDP是下降 美国大陆都下降 但是就是台湾是逆势把它拉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经济上升的国家 这是没有错 至于这些所谓的利空 等一下我们再解释 因为它还没有形成一个 所谓的系统性的风险 当目前为止还是一个 潮污上的一个潮污类的风暴 摇来摇去而遇 另外要买的股票 你看这个电动车成长有多少 今年400万台 去年200多万台 今年400万台 2030年有可能到3200万台 所以这个大幅成长 AR跟VR明年是延年 那个成长空间很大 ESG就是环境 它对环境很棒 它对社会有救助 它公司的治理也很好 这些公司大概就赢得上 像台积电这类型公司 都是很好一个投资的一个情况 你看我们上次曾经把 全球的资本支出的土拿出来 那个未来这一两年成长很多 没有看好怎么回去资本支出 所以大家花这么多钱 做资本支出 就是未来HPC的需求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未来整个产业的一个利多 未来的展望的话 其实是看好的 这个小资竹最近五天 强劲买台积电 因为想说它跌到年线附近可以来吗 阿文塞他们现在接的这个点 到底聪不聪明 对 台积电在这边季线的话有守 但是这个季线有破 但是马上就说红了 就是要守季线 这些留下影线再拉上来 其实就为了守季线570块 年线 年线570块 所以到571块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因为它未来这两天要公布营收 现在营收预估是1495亿 应该是创利也新高 跟8月份比较 应该是月成长8%左右 所以还是有这些利多 但是现阶段确实 这个香港股票在下跌 日本的股票跟欧洲 跟韩国的股票 好像也是都开高走低 也不是那么强 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规划就是说 大概在560 到所谓的575这个中间的话 可能这段时间营收公告完之后 就会稳定在这个区圈做一个整理 下个礼拜四它会法说会 下个礼拜四如果能够 正如意期能够有20% 全年营收了一个成长 稳定没有变的时候 就开始做一个上攻的一个动作 所以原则上短期里面还在守宁线 因为短期里面全球的景气 的股票还不是那么的OK 但是它有营收创新高的一个利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会有一个区圈的稳定性 做一个主体的一个工作 再往上攻 这一个的话跟联电就有一类似 大概可能就是50 比如说56块62块 这边做一个区间 下个礼拜四 台积电法售会讲台不错之后 大家整个经验代工公司的话 再做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两个真的是兄弟 纯指相依 台积电表现好的话 联电也有机会往上 我们再问一下大盘 张锡董事长说 理事长说台股修正禁尾声了 他认为台股年底 有机会冲到2万点 我们在刚才讲 最近发生了什么恒大限电 美债 都是茶壶内的风暴 并没有像过去 金融海啸一样 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这些利空也不是发生一天两天 是发生大概有一个礼拜以上 大家也都已知了 到底现在市场上 你觉得这些利空消化完了吗 好的 我想第一个一开始说 这个所谓的鲍尔讲QE 但是有一点震荡 但影响没有很大 因为QE这个东西 本来是义气的东西 但它也不至于说 影响股票市场 就是一个所谓的 系统性的一个风险 通膨的话 这是一个进行式 这个的话 目前的话看起来5.3 还没有恶化的一个情况 很大事情 现在有一点消息就淡掉了 限电4.5天 之后会不会限电不晓得 但是会不会再扩大不晓得 所以原则上现在的利空 都是大大小小 但是它还没有形成一个 所谓的金融的重大事件 所以我们只能认为 它是一个波乱跌幅 不是一个崩跌的一个格局 而且之前我们所讲 这个通膨的一个情况 现在天然气大涨 煤矿大涨 油价上涨 确实有通膨压力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人尾就会去干预 人尾就会去解决 比如说之前掌污最大 有两个叫铁礦砂 请问现在铁礦砂是跌来 忽然间就跌 大陆要控制它 它就大跌了 对不对 好 铁礦的部分 之前南非动乱 所以它的铁礦跟 铁礦的话是大涨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之前大涨 现在铁礦是怎样 之前有上涨 现在铁礦是跌得很凶 难怪跟这相关的股票都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告诉你就是说 现在天然气是不是大涨 美光是大涨 但他会用人尾的力量 去控制它 就又成一个下跌的格局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 人尾没办法去控制它 铁礦砂就是这样 涅价还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形成一个 所谓通膨很大的一个压力 它会去控制它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整个比特币 大跌之后马上就反弹上来 这表示市场的人气还是很强 大陆怎么去限电 怎么去断电 它现在比特币之前这样下跌 现在马上就弹到 现在的限电还是有断电 但是马上就跑到俄罗斯 跑到别的地方去 他告诉你这个市场 它的一个所谓的灵活度 或是这个市场 它的投机性还是很强 随时有做反共动作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 大阪很弱很弱 但是它一反弹起来的时候 其实它跟比特币的特性一样 有时候拉伸的速度也很快 至少莫克药厂的信药 已经出来了 让大家对未来的经济的希望的话 就抱持比较充满的统计 好 阿文塞刚才针对 最近发生的几个利空 都做了非常忠实 而且理性的解读了 可是大家都想问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一些铁矿砂 涅价上涨人为可以干预 不至于对通膨会造成多大的灾难 恒大事件也都慢慢的落幕了 可是台北股市为什么一直跌 如果从技术现行来看的话 阿文塞到底现在跌够了没有 我想这一波18034到16893 跌了1141点 这波17643跌到所谓的16248 跌1395 这一次从1736跌到116162点 跌了1174 到底满足了吗 如果以这一波来讲 它是满足了 但是如果以这一波跌1395 好像又没有满足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 比较高点来算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17633 跌到16162 其实它跌了1471点 比这波还多了 对 所以其实到这个地方 虽然不是最低点 但是你所谓的波段的满足点 也越来越近 我个人认为宁线16028 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会去守宁线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就技术现行来讲的话 至少这个地方不是最低点 也是次低点 应该会在这个地方寻求一个支撑 但是也比较倾向于 达到一个波段满足点的机会 是越来越大 而且我们讲的说 现在这个上市规则的获利 第一季赚了968万 第二季9985 亿啦 亿元 你看说上半年赚了1.98兆 本来预估是2.64兆 对 比去年2.16兆好像没有增加多少 但现在上半年就1.98兆 对 这是全年预估2.64 就上半年就赚了1.98 第三季可能一兆 那这样前三季就三兆 第四季估计大概7千亿到8千亿 就3.8兆 今年是3.8兆 3.8兆不是2.64 3.8兆跟2.46比较 应该成长54个percent 好惊人 所以今年的获利跟去年比较成长54个percent 所以为什么张艺讲 粉丝面的力道还是很强 而且现在本益比增到14.1 但是问题是 如果整年度把它算下来 可能本益比剩下12倍是3倍 也现在还算是14.1 过去五年平均是14.8 所以这个位置一般来讲 跟过去的比较 这个位置也很低 因为我们台股的上市贵公司 太会赚了 对 真的 所以这个还会再下降 因为获利越来越多 它会重算 而且这一次的话 有国家退复盘 八大韩库有买进了一个动作 至少让低点的一个心理的 追杀的卖气的话 会比它好一点 至少那杀杀杀 至少有点复盘 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 当然还会再整理 还会再寻求底部的一个 但是波段跌伍的满足点 以基本面还有技术面来讲 慢慢在年线的附近的话 也应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支撑 好 从几檔的这个关键个股 我来观察 最近大盘比较正 可是阿文在之前 帮大家追踪的几个 未来长线题材的个股 其实表现还算不错 低档是6531的艾普 对 我觉得现场的话 其实相对整个大盘 它是稳定 跟其他股票它是稳定 因为我们说 它920时候还是有机会创新高了 因为它的命额从10块变成5块 所以过去的经验 长颗什么都会涨 所以一般以这个模式的话 它价格被便宜了 大家喜欢买便宜的 太贵的话大家买不起 所以我们觉得800块还是一个压力 但是基线这个地方跌破要提出 但至少还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应该现营架构的话 还是可以做操作的一个工作 好 现在盘面上 第三代半导体有几个个股 还蛮强势 尤其是旱壘 还持续的往上攻 所以受惠第三代半导体 检测的鸿康 我们再怎么样来解读 对 因为今天它又有一个 问题是第四代半导体 有第四代出来了 第三代是氮化夹 碳化系 对不对 现在还有一个氧化夹 这个 第三代半导体的订单 就大幅增加了 我们说它面临150 160的压力 所以每次工商机 都流上一线 但是我们觉得跌破140块 射程所 但目前的现营架构的话 还是可以做持续操作的一个动作 好 那另外传产股方面 我想问一下阿伯塞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这个纺织股 有突然两天转强 大家都说纺织股 只是传产当中的男配角 不能当男主角了 可是修盛几天之后 它今天又一起往上来攻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棉花价格 就真的一直在涨 阿伯塞我想问 如果说在棉花价格 持续上涨的带动之下 加上通膨的这个状况 还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 来解除 那纺织股您认为 后续可以怎么样来操作 对 因为今天有个消息说 棉花价出了十年的性高 所以你看现影是这样 就这样碰上去了 结果今年大概涨32%左右 我想这个棉花 可能在短期里面 它在供给需求的部分 有点失衡 所以沿着上 可能在短期里面要下跌 比较不容易 它是有一种所谓的 长期趋势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的话是天然災害 刚好美国的颈风造成德州 密斯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点破坏 所以美国的产量大幅的减少 第二个 其实印度的棉花产量很大 它这个所谓的庞浙浦邦 棉花也因为 零蟲病欠收 这个是遇到颈风 Hurricane 这个是遇到所谓的菌 就是所谓的虫害 影响而牵收 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情况 天气所影响结构 就产量变少了 以前的话是新疆棉的问题 新疆棉就是说 有时候 那都不愿意用 产收的时候的话 它就会用很多人 因为不是平常要采收 但采收的时候它量很大 就要用一些铜工 弄一些什么 变成雪岸工厂 有些人说 你这样我不用 或是怎样 所以造成了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 从那个时候 棉花其实就开始在上涨 之后会上涨的话 是因为这两个因素 加上之前曾经也讲过 就是说棉花很轻 一个棉花跟铁 一个棉花跟铁 两个都一公斤 其实重量一样 棉花是这样一公斤 铁是这样一公斤 棉花这么多你要运 硬费增加 其他是很轻的东西 所以这个硬费增加 对它的成本 是很大很大很大的负担 加上又限电的一些东西 花钱的价格上涨 还有棉花的所谓的 配合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有一点比较失控 有点失控 所以对纺织股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比较有波段的一个机会 可能会比较高 以兰房为例 棉花的话 价格对兰房是极限利多 而且兰房有个资产股 它有所谓的资产开花的话 大概有350亿 库存有5到7个月的棉花库存 棉花一直涨 它东西可以卖得更高 当然它有一些利差 所以原则上在现行方面的话 也还可以 但是有时候涨上去 又跌下来又那么高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还是区间操作 就是接近22块的时候买 22 26块 区间操作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要就是说 就会大涨大涨 还是用区间操作 可能会比较理想 好 像是阿文塞 今天针对的大盘 还有台积电 跟仿制股当中的南仿 所做的观察了 如果说你手中持股 无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 大头娃娃跟阿文塞 加个赖版的持股问题 跟他来请教一下 阿文塞 刚才讲到 现在这个 原物料 这个涨势未歇 除了棉花价格大涨之外 油价也是持续的往上来紧噴 天然气也是大涨的 这就带动了塑化族群 表现在盘面上面 非常的强势 但短线涨多的塑化股 还可以追吗 广告回来追问 蓝灯药老师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谢谢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为您插播外资的最新动向 外资今天继续的卖超台股 又再度卖超了238亿元 好了 最近外资持续调节 台股散户也似乎在这个 砍仓卖出啦 但是老老师我想问 我们等一下大盘的状况 会来先来解释一下 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会不会是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找的呢 有没有可能是塑化族群 因为高盛之前讲 他上看布兰特油价 来到90美元 似乎目标价逼近了 布兰特原油最近价格狂飙 跟大火箭一样 已经来到了82.59美元 为什么 因为油国不增产 台肃 台剧 家族 柴火旺 花旗认为油价涨 带动PVC的超级周期 至少到2023年 台肃四保这个礼拜五 要公布第三季业绩 大家引领期待 在公布业绩之前 股价就喷成这样子了 台肃 南亚前三季EPS 都预估破8元外资 对于台肃部分5连买 投信是19连买 土洋法人是同步的看多 因为中国的能耗双控关系 对于很多的原物料行情 都有带动 包含了化线部分 9月来涨了20% EVA PVC的报价也是涨 纸类涅价也都是 有稍微的一点点 回温的空间 我想先在讲素话之前 我想先问一下 蓝老师对大盘的看法 最近因为这几片乌云的关系 外资对于台股 是感觉有点气氧的味道 今天又再卖超了200多亿元 你认为大盘目前 到底落底讯号出现了没有 其实坦白讲 我个人是认为还没有 还没有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近半年好了 近半年其实台股的基本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 它赚的钱是非常非常多 但问题是 其实真正的多头 跟空头的转折点是什么 当空头的转折点要出来的时候 它的每一档个股 它所赚到的钱都非常的低 所以它的本益比都超高了 但你如果从本益比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那个时候 根本不能买股票 但问题是你来看 在前一波 在几年前 雷曼他这个大崩盘的时候 当大盘来到了3955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的本益比 是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只要你任何的企业 只要你没有赚到钱的 你本益比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赔钱嘛 对 那你如果从本益比的角度 过来看的话 你这边要卖股票 那你再从这个地方过来看的话 那所有的企业都非常非常的赚钱 所以它的本益比都偏低 那未来展望也都非常的好 但问题是你们自己去看 现在的价格差了一万多点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那我个人会认为是比较 至少再怎么样 它也都是涨很多的 比较高位阶 那再从这个 从本益来看 外资在相对低档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一路的 把它给买了上来 过去十几年都是买超台股 对 那他们就拼命买 但问题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 突然间 它开始在卖股票了 然后还卖得非常非常多 大概卖了1.32兆 因为过去人家说 外资很少对台股 连续两年卖超 但今年跟去年 已经打破这个惯性了 外资是 看起来是连续两年都卖超 对 那这个是一个 蛮特别的状况 那你们来看 这个是大盘 那个时候的低点 这个是现在大盘 这个时候的高点 而外资在那个时候的持股量 大概是在这边 而现在的持股量 也大概是在这边 也就是外资持有台股的水位 是偏低的 但是台股的价格是偏高的 那你们去看一下 其实这个状况 它有一点像什么 像长龙 像长龙的感觉 就是当它快要到最高点的时候 其实法人它已经不太买了 反而在卖股票了 所以那我觉得 其实从筹码面过来看的话 从融资的这个地方过来看 它也真的就是在相对高党位置 也就是任何的筹码面来看 真的就是不太漂亮 所以我觉得 那我对大盘的未来 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 好 蓝老师是用这个外资 因为持续两年是 调节台股外加融资 所谓偏高的状况之下 认为台股现阶段的筹码 并不是很健康 也以长龙来举例 觉得大盘跟长龙有一点点像 好 那我们来讲到航运股 谢谢蓝老师 其实你已经提醒大家两天了 航运股真的就是 狠心减码就对了 不要让自己再受伤更重 那今天呢 霍贵三雄的澡盘呢 有一点点 开小高之后呢 马上就向下震荡 那尾盘呢是收低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 霍贵三雄 因为毕竟 波段已经跌这么多了 那它的基本面 其实今年跟明年获利 也不算差 对 直吻 我不要想它回攻 反弹那条件到底要看什么呢 其实坦白讲 不管是航海的个股 或是看大盘 基本上 它的基本面都非常的好 但我也是 你们去思考看看 基本面这么好 这么会赚钱 怎么都还会跌 那基本上就不合理 不合理一定有 它背后的原因在 那我们在过往的时候 也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讲过 航海的股票 在前几个月就看区间 区间一旦破了 那你就是要跑 要走 不管怎么样 那你就是要跑 所以如果有看我们 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基本上这商哪个股 应该都不太会受到伤 应该都不会 区间下跌破 就真的要跑 现在在这边 不管是从筹码面 其实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不管是大盘 或者是这个航海的股票 真的不要再看新闻面 因为新闻面都很正面 坦白讲真的都很正面 法人报告也相当正面 也相当正面 它这个明年的获利 也都顾得非常的好 但问题是你顾得再好 都没用 它就是在破底 那破底它才是真正的状况 所以我们再给 我们再给我们这个朋友们 一个建议就是 航海的操作只有三个字 就是十日线 也就是当这商蓝的个股 只要它的股价 没有办法站回去十日线的话 它都是空头 所以反弹都是给你减码用的 反弹都是让你跑的 所以不管你将来看到 什么基本面 或者是它开得非常高 或者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BDR又上涨 什么的 都不要去管它 就是想指三个字 十日线 就十日线 对 如果没有站回去的话 它都是空头 好 这个是蓝老师的 针对大盘 跟航海股的看法 如果说你对手中持股 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我们画面上 蓝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老师加个赖般的吃股问题 跟他来请教 那老师我想问 其他强势的 我们已经提醒也蛮一阵时间 就是跟油价相关的 这个塑化族群 之前外资出报告说 EVA已经来到了这个 掌势的末生段 的确跟EVA相关的族群表现 就没有PVC这么的好 PVC包含了台素跟南亚 但老师是比较 倾向觉得台素的 整个筹码条件又更加的漂亮 短线 这是我认识的台素吗 那个涨那么多了 那现在还可以 变成一个大标股了 对 还可以再看多吗 其实坦白讲 当大盘的状况是不好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会很好去比较 如果说这一些的股票 是比大盘要来得强的话 它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如果这一波买到台素人 真的 真的还蛮好赚的 就是躺着睡觉 不用担心了 所以大盘的架构是这个样子 因为近期大盘 它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通膨 既然是通膨的话 很多的个股 它的获利会被吃掉 但问题是 就是这些原物料相关的个股 它反而会因此而获利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不管是1301的台素 台具跟雅具的部分 其实法人就是怎么样 不管大盘怎么震荡 他就是拼命在买 坦白讲 他们就根本没有要卖 也就是说 这三档的个股 基本上跟说话相关的 只要法人没有卖 那基本上 这三档个股 不太会出问题 然后这一档个股 我们所谓的在节目里面 不停跟所有的好朋友们 有分享的 只要13日前没有被跌破之前 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多方架构 既然它这么强 干嘛卖 就不用卖 不用卖 它稍微震荡之后 它就算高了 那这一档个股 就稍微比较不一样 它回的稍微 比较深了一点点 但问题是你看 这两天的低点 只要没有被跌破 其实基本上它整个架构 都还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所以你也不用卖 就防守这个 礼拜一跟礼拜二的低点就好了 好 1308的雅距 一样 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的低点 只要没有被跌破之前 法轮没有卖了去 从架构过来看 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多头 请你续报就好了 好 数换组不管是一线二线 蓝老师都是抱持 比较正面的看法 就是有的人就续报 另外想问一下老师 最近盘面上 讲到这个 从大陆限电危机来 绿能族群的表现 就非常的飘悍 可是并不是太阳能表现比较强势 反而是风力发电表现比较强势 但是有很多人的解读说 这有一点点政策的概念 古载 因为10月10号要国庆日了 国内的里岸风电 也是执政党非常强力在这个 发展的产业之一 老师 太阳能跟里岸风电的话 这两块族群 你认为其实哪一个族群的攻击力道 会比较强势 坦白讲这两个类骨来看的话 从 你如果从基本面过来看的话 那你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太阳能 它的未来展望是蛮不错的 它也可能是 就是这个未来的主流 但问题是现在太阳能 你在这个 在建制的成本是过高 也就是你的成本非常的贵 但是你能够 而且大多数是细都减产了 对 没有错 所以它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但问题是你的成本这么高 你能够产出来的电能 却是非常的少 所以其实不符合经济的效益 所以其实在各国未来 如果要发展绿燃的话 极有可能会把所有的重点 放在于风力发电的部分 那我们从这个筹码面过来看 其实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先看太阳能 太阳能谁比较强 我们先看一下4934的太极 其实这档个股跟大盘过来比的话 它也是强蛮多了 它也是就是像大盘在破底的时候 这档个股它是涨一段之后 横盘整理再涨一段 然后再横盘整理 也就是这档个股 只要这个地方没有被跌破之前 它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多方架构 但问题是这档个股 法人完全不买 对啊 空 那如果说这档个股 它的未来展望是非常好 那为什么法人是不买 其实元金法人也没有买 那如果讲到法人有买的 是不是好像看到是 风力发电的部分 对 风力发电 他们几乎就是拼命买 不管是9958 或者是这一些的个股 那没关系 如果说资料没有讲完的话 我会放在我的LINE 放在LINE里面 对 其实你看这些风 我们帮各位所整理出来的 其实法人真的都买蛮多 每一档 他就是买的 拜拜